《使徒行者》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使徒行者的 手遊特快記者 我是Sanna 大家好,我是Anderson 上次在街頭訪問的時候 我們遇到 非常非常多的台灣朋友 跟我們一樣 很喜歡使徒行者的電視局 以及塔香港的 所以今天就讓各位的粉絲們 能夠在玩遊戲之前 更加了解到 我們使徒行者裡面 劇中的角色 所以今天就由我們兩個 帶你們找回 劇中的感動吧 首先 第一位當然是我們的男主角 林峰 他在劇中裡面飾演的是 他就是我們的 寶石狗 嗯? 為什麼要叫寶石狗呢? 寶石這個字 是在香港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寶石就是代表在香港的青少年 一個巧語之一 然後他代表是有 爆炸力更有前人的意思喔 蛤 還高 而且呢 寶石 他其實在劇中裡面 其實是很多元的 首先他成為了 警察的臥底 之後呢 他就慢慢 變成 運兵工人 然後 當成煙霧 最後 他就去收 賭博外圍的 停災工作 等一下 那個 外圍賭博 是什麼啊? 外圍呢 就是代表非政府認可的賭博行為 就是叫外圍了 賭博 就等於賭球 好像是 南球 卓球 棒球 鮮奶球 鮮奶球 這個我早餐吃的 那畢竟在香港的話呢 賭卓球 看卓球的是比較多的 比如說 德甲 西甲 這些對香港人來講呢 也是非常熟悉的 嗯 原來是這樣 嗯? 那 亭仔呢? 亭仔的話呢 其實簡單來說呢 他就是在賭博的中間 帶一個中間人 就負責去幫這些 爛鬥鬼 去負責收住跟押住 嗯 亭仔鋼 每天都是亭仔鋼 好 那接下來我就介紹其他東西咯 後來呢 寶姓呢 就在音樂之下 認識了丁小佳 她就是我們的女主角 丁佳了 後來她們是成為了一個 歡喜的願家 更成為了男女朋友 最後最後 她們就不簡單了 她們成為了 紅色的 手 管 蛤? 蛤? 什麼是做管 做管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 整個社團裡面的一個老大 他負責管理整個社團的大小事務 好像公司裡面的CEO 還有董事長之類的 哼 哼 嗯 原來還高 好啦 今天我要介紹 男主角寶希哥 就到這裡咯 Sena 啊 是不是覺得聽完之後 覺得意猶未盡呢 嗯 對啊 其實你還有很多都還沒有講啊 好像 為什麼 寶希會單身做管呢 又為什麼會跟 丁姐 在一起呢 都沒講啊 哼 想知道更多的劇情嗎 跟著遊戲走就對啦 我們會算 把整個劇 呈現在遊戲當中 然後你們就可以跟著遊戲 追回我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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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手遊使徒行者 事前登陸開放咯 喜歡使徒行者 香港題材還有 緊肥片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活動咯 我們下集 使徒行者 回憶小教室 再見咯 掰掰 掰掰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還有一些東西 還沒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粉絲們講清楚耶 什麼 還要什麼 就是呢 我接下來問你們的問題呢 只要你們在下面的留言處 留言 答對到我的問題的話 你們就會有機會獲得到 兩張電影票 兩張電影票 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我的問題就是 保訊 是什麼意思呢 記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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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知道正確答案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咯 然後再到 使徒行者的粉絲專頁 按個讚 那我們 下次再見咯 掰掰